今天早上將目光聚焦到即將上市的一支 新股京東健康方面 它前不久是向港交所 遞交了招股書之後 使得國內的互聯網醫療賽道上的 幾個大玩家的財務家底 都紛紛擺在了檯面上 平安好醫生 阿里健康 都已經是港交所的上市公司了 而三者之間也有了一個 更清晰的對比維度 自六年前 作為京東母體的一項 獨立業務類目運營至今 京東健康目前在營收規模上 居行業之首 與阿里健康的營收量即相當 背靠大數好乘良 這得益於京東的母體 在品牌信用履業能力 還有供應鏈上的輸送 那麼這兩家都是以 醫藥電商為主業和基礎 向外拓展增值服務 把購藥這種高頻低毛利率的流量 導入在線問診 那麼線下消費等低頻高毛利率的服務 同時加碼技術研發 做B端的生意 簡單來說就是賣藥包括醫療器械類 那麼仍然是佔據了這兩家 營收九成左右的一個比例 那麼相比於平安好醫生 是從其母體的互聯網保險業務流量中切入 導入在線問診 家庭醫生等等服務性的流量 賣藥目前也是一個收入的大頭 但相比而言依賴性不強 營收結構會更均衡一些 從它的發力點來看 是把重心放在了在線醫療 這個年均增速最快的一個板塊 但是它的整體營收規模 不及前兩家 本身的電商屬性也比較弱 那麼根據招股數 我們看到京東健康17年到19年 即截至2020年6月30號為止的6個月 產品銷售佔總收入的比例分別是 88.4%到87.6%的這樣的一個區間 那麼對應的剩餘部分 就是平台服務收入 包括像第三方賣藥商家收取的佣金 服務費 廣告費等等 以及針對C端的在線問診 和針對B端的AI解決方案收入 那麼也就是說 與賣藥相關的收入 佔比是超過九成的 那另外自營電商的部分的年收入 同比增速在2018年是48% 19年降到30% 2020年上半年 因為疫情因素的推動 激增到76% 在特殊時期培養起來 在線購藥習慣 在疫情過後能有多大程度的回落 則仍然有待觀察 儘管三巨頭都描繪了一幅 互聯網大健康的紅圖 但是前期仍然是在靠醫藥電商 在支撐著業績主體 首先我們來看看 如果說單純看醫藥電商 這個細分市場 後續給各家的拓展空間 能有多大呢 這裡是有幾個利好因素 一是處方藥流通變革 那麼根據統計 19年中國僅有2.4%的藥品 通過院外的在線零售藥房分銷 而院外藥品中僅有7.6%的比例 通過在線的方式分銷 處方藥及醫保對接 那麼是三巨頭都想拿下的 一個寶貴的資源 但後續走向還是需要緊盯 這個監管的臉色 比如說像藥品集中採購 政策實施的後續力度 由此降低的藥價是否會影響 醫藥電商平台的價格優勢 還有毛利率呢 這都是需要考量的 那二就是對於線下藥房分銷渠道的整合 目前中國前五大線下藥房的 平均存貨周轉天數呢 為88.2天 而這個數字在美國僅僅是34.1天 那麼京東健康招股書披露的 存貨周轉天數呢 在2017年、18年、19年 和截至到20年的6月30號為止的6個月 分別是61.8天、58.1天、53.7天以及45天 這個周轉明顯是較內地的藥房為快 而效率也相對較高 現在線下藥店有提升效率 通過網絡平台拓展顧客的這種需求 這個是平台的機會 但是與美國的連鎖特點相比 國內藥房的市場集中度非常低 整合難度大 城鎮百姓在家門口附近買藥很方便 各地對於醫保卡管理的實際執行 標準又不太統一 線下仍然是有很多實惠可減 連京東健康自己也通過自營模式 營業了 運營了一些線下的藥店 另外如果說主打這種非廚房藥品的 及時性配送需求的話 還是要面臨美團等競爭對手的危機 因此就有機構預測 2020年國內藥品零售額 將會達到1.7萬億元 同比增速達5% 2025年的預測值達到2.4萬億 其中在線零售的佔比 有望首次突破20% 達到2,480億 那麼屆時假設按照 35%左右的市場份額 來分給京東健康的話 那就是一個 800多億的電商盤子 這個規模可不算小 由於處方藥外流 預計是一個 5到10年的漫長過程 而院外購藥習慣 線下仍強於線上 因此處方藥外流 這個紅利溢出 給醫藥電商 可能不會很快釋放出來 那麼預計未來 處方外流的潛在滲透率 將會達到中國門診藥品 銷售額的87.6% 但並沒有給出具體的時間表 這樣看單純靠 醫藥電商仍然是可以 給市場畫一張不小的餅 但同時也要考慮到 這個業務的低增速低毛利率 以及處方藥外流政策 實施過程的綜合因素等等 單靠賣藥並不能撐起 大健康的藍圖 所應該達到的 這種企業估值的水平 確實 目前我們看 國內在看病難的一些問題上 主要還是聚焦在 優質醫療資源的過度集中 跟需求分散這個供需矛盾上 基層與社區層級的醫療體系 沒能夠較好地承擔起 非疑難雜症診療的分流任務 這也導致到三甲醫院 排隊時間太長 優質醫生自由職業受限 薪酬空間又有待提升 而普通小醫院相對冷清 醫生上升空間和動力也有限 顯然電商賣藥 所解決的問題 是觸碰不到這個層面的 統計過三甲醫院 占全國醫院總數的 只有8%的比例 19年承擔了全國總門診 數量的52% 就8%的醫院 承擔了52%的量 此外19年在線問診數量 佔全國總門診諮量的6% 如果6%這個數字 未來能夠穩步提升的話 說明在線問診的體驗 得到用戶的認可 部分程度上 可以緩解上述工需矛盾 後續還需要配合鏈條下游的 廚房藥外流與醫保對接服務 在公司層面在線問診跟醫療服務 也是一項高毛利率的業務 因此京東健康未來需要跨越的第一座山 可能就是由醫藥電商 導流到在線醫療服務的一個轉化率 京東健康是2017年底 開始運營這項業務的 大概比平安好醫生 其中的相關服務 是晚了有兩年半的時間 而這也是後者的一個主推業務 藉此先建立了一套自由的醫生團隊 根據招股書 京東健康全渠道的年回應用戶量 截至到今年的6月30號是7200多萬 這裡面能有多大的比率是由購藥 轉化成在線醫療的用戶 也關係到其今年8月份 剛推出的京東加醫產品的一個前景 與此類似的平安好醫生的產品 則是在19年的8月上限 比京東是早了一年 第二我們需要跨越的是 研發投入增長與2B服務增長收入 預期的關聯性 那麼京東健康每一年研發支出 佔總收入比例保持在2%到3的水平 跟互聯網公司相比不算太高 那麼如果公司希望 未來寄希望於增加服務收入比例的話 尤其是擴大對於醫院提供智能解決方案的 這種2B業務的規模 必然會對研發投入提出進一步的要求了 那這是一個前景 比醫藥電商更寬廣的賽道了 因此除了這三家 以及圍繞AI的創業公司之外 像通訊百度等等已經切入產業 互聯網細分領域的巨頭 也在發力科技醫療 但是AI目前的作用更多是在做輔助診療 比如說在醫療看片這個環節上 已經有比賽證明AI機器的準確率 與效率都可以超過人工 所以這一旦推廣開來的話 或許可以藉此提升基層醫生的效率 縮小跟大醫生大醫院的優質水平的差距 也是具有一定的普惠性的 第三就是降低對京東母體的依賴 這三家的一個共性 就是都對於各自的母體保持著緊密的 關聯交易 但後續的獨立性越強 對其提升估值 解決醫療深層次的矛盾的機會就越大 那麼上述第一第二問題解決好了 依賴多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總結起來 其實京東健康靠電商 這個秉賦迅速起來 做到行業交易量第一 面臨的幾重山 既有自身業務結構的問題 也有行業共同需要去攻堅的問題 互聯網大健康這一步 仍然是任重而道遠的 好的這一節財經事件先到這裡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再會